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波三折终于顺利举行拆除重建工程上粮典礼 象征全新的基隆市立田径厂迈向完工的最后一礼路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教育处长等人都到场管理 我想基隆市尤其信义区的市民真的是委屈了 他在前市府发包后后来又废标 在我上任前一周重新发包 后来又证明预算不足 必须重新设计 然后要追加预算 而且在委屈上任不久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 就有完全没有按照行政程序来堆放气土 已至体育场前任重要官员 被政风连政单位移送侦办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办案的下落 所以我希望检调在这方面能够尽快的来侦办 结案能够还给基隆市民一个公道 市佣市议会议长同志卫 几多位市议员也出席上粮典礼 亲自在粮柱上签名祝福 市政提报建议报 如果好的规划市府地位合力来完成 施工如果遇到困难 大家一起努力来解决 让一切回归到专业 市民朋友等待这样子 这个工程体育场非常久 已经过了三年半 我想政治不能耽误生活 政治也不能影响运动 如果我们这个场地好 因为我们运动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竞技型的训练 然后比赛的空间 竞技型 一种是全民运动 我想我们金融市难得少有一个 非常复辟这么大 然后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 训练空间的田径场 我们就应该让他 刚刚谢市长在私底下有跟我讲 就应该让他变成一个专业的比赛场 设立田径场工程终于有重大进展 包括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金融毫码协会理事长樊佩文等人 都亲自到场见证 只见大量在调车的协助之下 缓缓升起 让在场来宾的心中相当感动 市长跟我都来了 然后我们教育处长也来了 然后我们议长也来了 一座一堆都来了 表示所有基隆人 不管市府议员都非常关心 整个体育场的进度 也关心基隆人的健康 这项工程将拥有的环状看台拆除 并在看台下方 规划了多处篮球网球场空间 未来将进一步改善田径场跑道 并取得国家级400公尺 标准的田径场地认证 未来可以办理各项的正式大型比赛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全国渔民节的庆祝活动 今年在基隆市热闹登场 以鲜云满在朝想基隆为主题 在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 渔民节的年度盛世 渔民节热闹登场 睽違18年一次到基隆举办 31位优秀及模范渔民 上台接受表扬 感谢他们对于台湾渔业的奉献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渔民节 所以全国各地的地区渔会 还有我们全国渔会 还有所有的模范渔民 优秀的 优良的渔民 还有我们在渔会的这些 机优的员工 还有机优的承销商 那事实上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雀跃 期待今天的这个来临 这个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年一度的盛会 我们农业部跟渔业署也都很高兴 能够一起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来庆祝渔民节的活动 庆祝大会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一开场由渔会加征班学员 利用光电技术大跳锁管舞 让台下观众享受到视觉听觉的饗宴 今年获奖的模范渔民 来自全国各地区域会 渔业相关工会及协会推荐 表彰共12位模范渔民 19位优秀渔民 最后市长谢国良 率领局处首长出席 议长同志委及多位市议员 都到场观礼 对于获奖渔民表达祝福 基隆不仅重视渔业产业 也重视于海洋永续的发展 我们也推动各项的友善措施 也谢谢我们外幕山张元堂先生 也以落实渔业永续发展 及推广渔业文化 也获选今年的模范渔民 我们对渔业的努力跟投入 从现在开始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而且我们未来也将成立 我们自己的基隆渔产公司 更努力的推广渔业文化 以及渔业产业 感谢大家这一次的热情参与 基隆能够有大家来到我们 今天来走一走玩一玩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基隆的渔港在台湾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接下来 可以在这个渔业相关的产业链里面有 不管是远洋近海养殖 都可以培养出更好的一个实力 我们现在面临更多的挑战 我们也希望中央地方 大家共同来一起努力 希望发展让我们的渔民的生活 可以更好 最重要是让我们的城市经济的发展 也可以更好 除了精彩 热闹的颁奖典礼之外 场外还有丰富的活动 像是灯火 渔船手作DIY 还有说故事活动 都让参加小朋友 对于台湾的渔业文化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了解了 兽兽上面是大的圆形 然后呢 小卷上面是圆的 交小朋友来做这个傍兽网 渔业的手工艺DIY 然后也有搭配了傍兽网 就是小卷舞曲的一些讲故事 对 那现场除了这些DIY 事件的活动之外 也搭配了我们各区会的家政 一些渔村妇女 所做的一些作品 来做一个展示 一个小卷的故事 这个让小朋友呢 区分说小卷跟透抽 还有一些比较难分辨的一些鱼种 那小朋友听了也都很开心 那我们顺便也跟小朋友提到 如何去抓小卷 小卷是用傍兽网把它捕获的 全国余明节庆祝活动 晚间在基隆地标虎仔山 释放六分钟的高空烟火 进入夜空瞬间点燃 烟火连发美不胜收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度的国民体育日 有基隆市政府与台湾体育总会 9月7号在外幕山举办了 盛大的全国万人建走大会师的活动 来自21个县市的上万名参与者 共同欣赏基隆独特的山海美景 享受运动的乐趣 3 2 1 来自全国21个县市的上万名参与者 一起建走 欣赏基隆独特的山海美景 同时享受运动的乐趣 这是全国建走 有破四万人 因为很多很多 我们来了200多台湾县市 早上基隆 有70台的游泳车 从六点门 分在各区每个地方带 带了三趟 还有陆陆细细 基隆很多市民来 我们今年的奖也特别多 有六台摩托车 八十台脚踏车 还有大大小的奖 有将近本来是600个奖到800多个奖 希望全市市民 大家来运动健康重大奖 就是鼓励大家来运动 还有机会把最大奖机车骑回家 全国外人建走大会师 活络地方及周边县市的生机 市长谢国良 欢迎各县市的好朋友来基隆游玩 我们非常高兴全国建走可以在基隆举办 我们都要特别感谢郑锦州理事长 跟我们包括郭美秀议员在内 大家通力合作 那这一次因为花莲没办法举办 我们移到基隆来 各地的朋友都跑过来 那那个旅馆和餐厅声音也都非常好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让基隆的产业更加的兴旺 然后呢各行各业都能够因为这些运动活动 得到更多的效益 活络地方也很感谢各单位与团体的鼎力协助 山勇工业参加这活动已经大概十二十三年 对于社会公益的部分是很赞成的 继续合作赞助六台摩托车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这活动 我们往年也都很支持这个活动 所以今年也不例外 活动现场还设有多项贴心的服务和精彩活动 我办得非常的好耶 而且消防局来这边帮忙做这种宣导 做发奖品 然后做救护 我这个活动被他这样一搞弄得好热闹 觉得真的很棒 从万木山渔港广场出发 经过湖海路 沿着万木山滨海步道至湖海湾后折返 这个万人建筑活动真的很棒 可以让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建筑 享受美好的阳光 健康又快乐 在万木山走这一段的风景很漂亮 而且对身心都有帮助 一直出发然后一直走到万木山沙滩 在折返点这边呢还有摩彩券 以及我们的纪念品可以领取 来自全国各地有上万人的民众参加 那很开心基隆可以拜这场大活动 让大家一起出来运动 就是鼓励大家来运动 同时也为城市观光带来了正面影响 所有的参与者在剑走中感受基隆的自然魅力 同时强健体魄 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新美市副市长刘和然 立法委员廖先祥 以及五位国民党新美市议员 一起到朝靖公园力挺基隆市长谢国良 呼吁民众投下不同意的罢免票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立法委员廖先祥 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书记长陈伟杰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 江宜珍 吕家凯 以及黄新华 一起来到基隆宣讲 用行动力挺谢国良的市政表现 宣传反罢免 来一二三 李市长 谢谢老板娘 小爱爸爸是一个非常认真有创意的市长 这次的不公不义 尤其民进党用这样恶劣的方式 的确是非常的练亡愤慨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过来 就是用行动来挺国良市长 那我想我们的基隆市民 是看得清楚事实 是懂这个 看得清楚我们的公民正义 我相信10月13号 我们的基隆市民 会做出一个最顺确的选择 不能让他掀起第一张大罢免的骨牌 不然我们廖仙祥委员就要担心啦 当然我们的边缘之力我也要担心啦 事实上国良市长就曾经来帮助 我们新北市的身上的孩子们 那样一个营队 而且非常非常低调 他别交代说 你不要讲说是我了 不要讲喔 但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讲出来 国良市长上任以来 不管是台铁的直达车的改善 还有这个接驳车的系统的改善 包括友善行人的部分 还有优惠的月票的部分 还有守护付业的部分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政绩 包括今天我们恐龙AR生态公园 景点的开发 都是谢国良市长为基隆开创 很多很好心的政绩的展现 一定要让谢国良市长 继续领导整个新鲁市政府 让基隆可以更好 而且也可以跟新北市 不管是我的北海岸 或是东北角 我们共同共好 拜托大家 亲朋好友有在基隆的 亲戚有在基隆的 拜托大家 鼓励大家 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票 因为为什么 这一次不公一的罢名选举 我们都觉得非常可悲 也非常可耻 但是我们国民党态度是什么 我们尊重不同立场 他们的行为跟声音 所以我相信基隆是用眼睛的 基隆是有智慧的 基隆更是有善良 一个爱心的心情 所以我拜托大家 我们鼓励大家 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一定用行动 或是行动电话 来吹出我们所谓不同意票 反而霸 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霸免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一定会坚定的 在四年五万台 当年的这个政策 要来逐步的把它落实 但是我们一样的 会在两年内 把基隆的一百二十几辆的大型公车 全部换成电动全新低底盘 我要跟各位新北的伙伴报告 我在接任的时候 我那一百二十几台的基隆大型公车 平均年限十一年 各位想想看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老旧年限 所以我泰汛的速度 绝对是比前市府来得快得非常多 这个是基隆的重要的减碳政策 市长谢国良强调 新北跟基隆密不可分 有了新北好朋友的相助 希望自己能成功挡下这次大罢免潮 也期盼市民相亲 能够在10月13号 踊跃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而朝鲜公园最夯的恐龙A2生态园区 让新北副市长刘荷兰 和议员们相当赞赏市长谢国良 发展观光的创意和行动力 恐龙 欢迎大家来基隆玩 谢谢我们新北市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基隆恐龙生态园区 赞 市长谢国良和来访的 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 跟多位新北市议员 在三角龙前面开心拍照 在深入参访朝静公园的 恐龙AR生态园区后 都相当赞赏市长谢国良 发展观光的创意与行动力 还蛮特别新奇 还不错 小朋友看得很喜欢 非常的好玩 然后恐龙长得也很好 很可爱就对了 真的哦 我们也有拍照留念 开心跟国良市长来参观 这个恐龙AR 现在只是市营运 感受就让人家非常的舒服 看到小朋友来那种喜悦的表情 我们就知道国良市长 其实每次跟他谈话 都从他这边 可以获得很多的创意 把一个原本是一个垃圾山 变成一个我们生态园区 现在又有恐龙AR这样进来 我想对于我们基隆市民来讲 是一个非常棒 很好的一个休闲地方 还有新北市议员说 新北要向基隆来学习 也要争取设立恐龙公园 造福新北的家长和小朋友 因为9月底要开议了嘛 我相信我们等一下议员都会把手机拿起来拍照 而且就会放在我们议会质询的背询内容里面 抱歉了 基隆有的 我们新北一定要有 我们要为新北的所有好家长 所有的爸爸妈妈 争取跟基隆一样的所谓的恐龙公园 对啊 说好不好 好 所以自从这个谢市长当了基隆市长之后呢 我就发现基隆变得好好玩哦 像这个大五轮啊 然后或者说像现在这个恐龙园区 因为我有非常多的这个脸书好友 或是IG好友呢 都是小小孩的爸爸妈妈 他们就一直刷板 就说最近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基隆的这个恐龙园区等等 大家一定要去踩点哦 所以小爱爸爸真的是非常懂市民的心声 根据现场观察 在朝庆公园的基隆恐龙AR生态园区 成功吸引了各地的亲子朋友前来拍照玩耍 可说是北宁路边坡日前发生山崩后 再次成功地将观光人潮带进朝庆公园 恢复往日的溶景 也带动了周边的观光经济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后大家看到再走非常清楚еленym的摇者 开始画直至中發展 建议 ous金路幺主融合 大贴摇的返桓 工工的会莒我们张她来拍照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认为是有关职员的 凌厨的介绍 国民结局 是遭遇到我们的家赛 就要去铃利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仙理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這是寶...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寶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金融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跟立法委員張奇凱林佩祥 共同參訪六堵科技園區的優秀企業 深達科技 國內企業持續創新外 市長謝國良也強調 市府將努力帶動金融合股榮貸的產業發展 讓基隆成為北台灣的科技和產業發展中心 方面上市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跟立法委員張奇凱林佩祥 共同來到六堵科技園區參訪 對於這家在地企業深達科技 在無線回傳網路 衛星通訊 寬頻無線傳輸等高科技產業 闖出一片天 留下深刻印象 市長謝國良強調 將努力發展基隆的產業環境 帶動在地就業機會 企業方面也表達對基隆捷運的期待 將吸引企業來投資 並引進人才 我們希望五堵 它是一個類似像細科一樣 或做內科跟南港 把它叫做基隆科技 六堵這邊我們當然就是希望 既有的腹地 讓全台灣第一個工業區 全台灣第一個工業區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很漂亮的轉型 跟轉身 它陪著這個 未來捷運的六堵站 其實中邊有很多的企業都越來越認同 他們未來的發展 這個也是一致的 七堵呢 我們就是因為剛好有陽明海雲在 然後我們也結合了物流供應鏈的 學業財學合作的計畫 希望能夠在七堵站周邊 陽明海雲周邊 還有 田運七堵站周邊 都盡量做 只要是工業物流的 整個產業 辦公室也要來進駐 那我們就中間會提供很多 採取合作的機會 培養基隆市在地的 謝謝 謝謝市長 給我最後一個結論的機會 那我結論是說 其實 剛剛科長也把我們整個 基隆市長未來在 基隆市在這個等基礎建設方面 也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規劃跟布局 那我覺得這個對 確實對基隆市的發展 是非常好的 那兩位委員呢 一位在交通 一位在經濟 其實這兩個部位也是 對整個業界來說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是說 確實是 剛開始來基隆這15年來講 我覺得說交通 確實是我們比較遺憾的 那當然如果能夠 捷運能夠通過來 人才能夠流動 那流動了以後呢 他們愛上了基隆 愛上了我們這個公司 願意在這裡落地生根 那再加上所有的基礎建設 都建構完成 我覺得確實 基隆肯定肯定一定會是明日之星 那當然我在這邊 其實我們也是 都對政治都沒有換 可是我個人也是認為 就是說 其實市長做得好 等應該是繼續 不然這個中斷了 然後中間又要再補選 要幹什麼 其實我覺得是對我們市民 是很大的傷害 那當然我也是呼應一下 我覺得我們回去 有要跟我們這邊的同學講 我們去就是要弄個字的 好像不是叫反 這不是叫反對 是叫做不同意法 不同意法 優質的環境可以吸引廠商之外 也能夠增加更多就業機會 市府團隊將持續推動各項發展 讓民眾可以不用通勤 就能找到在地的好工作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隸屬社會處管轄的 暖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因為建物老舊面臨漏水 及牆面斑駁等問題 在市議員曾宜方及議長同志委 爭取近300萬元的經費修繕下 一起來看看修繕完成的 暖期社福中心 修繕完成的暖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煥南一新 已經和一年前牆壁斑駁 又滲漏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去年8月 基隆市議員曾宜方 特地邀請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一起爭取將近300萬元的經費幫忙修繕 經過一年的時間日前修繕完成 暖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特地邀請他們兩位回來參加活動 也看看嶄新的中心 剛剛從樓下看到樓上 就是滿滿的感動 我們後面有一個非常標準的閒置空間 在這個用心的規劃下 木棧板上去以後整個感受都不同 讓這個社會福利中心 點綴了更活潑的一些樣貌 然後到上去讓親子活動的空間 漏水啊油漆啊等等的都做好 我想我們政府的資源 就應該用在需要的地方 我想這樣子的投資是對我們 基隆市的小朋友也好 弱勢家庭也好 需要幫助的人也好 都是一個最好最棒的幫忙 我想我們市議會有共同的責任 來協助市政府把這個我們相關的一個 社福單位都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未來這邊可以成為 基隆市的一個指標 從爭取了將近三百萬的經費 來做整體的修繕外觀 還有一些閒置空間的一個改善 那今天宜方跟同志會議長到現場看了 真的建置的非常好 但其實還有一些閒置空間 是可以再做更好的運用 所以宜方未來也會再跟同志會議長 一起來共同在爭取一些更多的經費 來將這個暖氣館建置的更好 來服務更多的基隆市民 兩個人也分別寫下對中心的期許 活化老舊建物空間使用 未在舊七堵區公所原址屬於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管轄的 暖氣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經過重新修繕後 也到現場參加活動的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希望暖氣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可以服務更多的民眾 就是說如果你在生活周遭 發現到這個阿公好像迷路了 這個小朋友好像很難過 某一位小朋友好像肚子都吃不飽 如果你有發現到旁邊的任何一個人 那你就要去跟誰說呢 好來我們這裡 你看看前面穿藍色衣服的姊姊 站出來一下 這是我們的社工姊姊 議長 同志偉和市議員 曾怡芳也感謝社會處社工們 在各區不辭辛勞服務地方民眾的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台灣管轄最多的燈塔在哪裡呢 孤單又浪漫是什麼職業啊 碼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際走法體驗基隆的味道 社長 你被擋住了喔 好 我來把它翻開 我來把它翻開 哇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投資標股 賣向財富自由 歡迎你 讓我帶你走向成功 歐根的老師就賺了十萬喔 我剛剛賺到人生第一場金了 注意 這邊有個新的投資標的 五十萬 抱你吧 有十個銘盒 我要夾